而玉璃镇的保险业公司为了体恤员工 疫情时代还是有许多的民众不敢外出游玩 于是公司就邀请到了讲师 到玉璃教大家如何做手工作 不仅是安全环保也能与亲子互动 来参加的员工玩得相当开心 玉璃镇的保险业公司为了体恤员工 疫情时代还是有许多民众不敢外出游玩 讲师到玉璃教大家如何手作相当 每位员工都很认真的听着讲师的介绍 课堂上也认真学习 不仅安全环保也能与亲子互动 来参加员工都相当的开心 也看看这位大哥大姐姐 哇你看每一场活动下都好开心的 由于讲师也是在健康方面专家 所以透过这一堂手工相造课程 也能让更多来参加的人了解身心健康 在疫情时代下也能把自己照顾好 记者高雙雙玉璇針采访报道 我扶在大家决桥吗 我扶在这边就要穿过 我扶在那边就看到这边 我扶在眼前期但是